山豬在竹林間覓食 農民的竹筍田被他們啃食 連根部都刨挖 造成竹林大片枯死 除了山上的筍田 山下的農田作物也難以倖免 苗栗公管鄉河北村的山區 秋冬山上食物變少 山豬就會成群下山 不但破壞農作物 成年公豬獠牙具有攻擊性 也讓農民感到害怕 不敢獨自上山 400多公斤 今年數沒有100斤 通通給山豬吃完 這群山豬常年流竄 苗栗公管投屋及石潭交界山區 當地人粗估族群超過50隻以上 苗栗通宵派出所尋佐赖燕洞 花了三年時間研究 今年開始協助農民抓山豬 一個月內就抓到十多隻大小山豬 彈簧岩你把它撐著而已 所以這個不會夾山 這只是 就把它撐著而已 冬筍岩被山豬全部都給吃光了 所以我才一無來幫他了嘛 我目前大概30門 30個線型左右 是 這群行蹤不定的山豬是十多年前逃逸的家豬與山豬雜交交的後代 由於繁殖力強沒有天敵已經成為山區的優勢族群 與人類生活環境產生衝突 為了避免觸犯洞保相關法規 陷阱只放置在耕種區 不獲得山豬圈養在自家豬圈 當地農民除了感謝遠景協助捕山豬 也希望農政單位能用自身的專業幫忙解決長年的心頭大患 原期新聞綜合報導